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要介绍的是 在美国康州东哈德福校区的华语教学环境 与我的数位教学实验 这是一所IB的中学项目学校 我的学生都是零起点的华语学生 学生的年级是从六年级、七年级、八年级 有三个年级 全校一共有三百二十多个学生 这个校区的特色 它是一个百分之一百免费补助午餐的校区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贫困区 不是很有钱的 学生的家庭组成跟父母的社经教育地位 都是属于弱势的 我的华语学习学生呢 六年级 他们一学期 会学中文 一学期学西班牙文 所以他们决定 他们决定将来两年要学的是哪一个语言以后 七年级跟八年级 他们会隔天进来上中文 而八年级呢 我们会 也有一个班级是专门针对学习动机较强的学生 有一个每天上课的中文班 而我这样子的 所有的中文学生 学习人数呢 一共加起来是将近一百七十个 那学生的程度呢 一开始因为都是零起点的 所以呢 在 阿弗的水平标准呢 就是他们是从纳勒斯洛开始 但是这样子两年半 加起来一共是不到一百三十个小时 希望他们能够达到Nervous High 那我的现况需要解决的语言教学问题呢 就是我的学生呢 他们的学习动机都不是很强 主要是来自于家庭的支持条件不够 那当然也有少数 在我的Honor班也有一些 学习动机很强 资质很优渥的 而且呢 汉语的华语教学的难记难写 还有就是这个怎么样培养 他们的初级的阅读能力 这些一直都是长久以来的挑战 那在2016年 我参加了一个培训以后 我的教师开始使用了 Seven Krashen的语言输入 自然假说 自然学习的假说 意思就是 在上课要给予可理解性的输入 提供学习者 他们比他们能够接受的程度 多一点的可理解性输入 鼓励100%的可理解性 他们必须要懂得老师在说什么 当他们的理解在他们大脑里形成以后 很自然的他们语言就会洗得 那我的做法呢 就是我提供了很多的情境 在故事情境当中 给予可理解性的输入 利用图片 音频 或者是影音视频 在当中的情境当中 给予可理解性的输入 而且我大量的重复使用 有助于沟通的目的的语法 因为中文的语法并不是太难 那在情境当中 他们能够去知道怎么样 去使用这些语法 先是指导从听跟读当中 那等时机成熟了 他们就能够在输出当中 使用这些语法 那词汇量会控制 我采用重复使用高频词 我采用的数位教学工具呢 是采用行为心理学派 也就是提供外在环境的刺激 学生会自动化的学会 在这整个过程当中 我的数位教学工具的环境呢 我是希望学生能够经有很多的 Dreel and Practice 能够熟能生巧 自动化的认识这些高频词 而且这个数位工具能够及时提供反馈 让学生知道他错了 他错在哪里 也能够很快地学习 在这个数位工具的游戏环境当中 也提供了一个合作的功能 让学生可以一起合作 有共同的目标 或者是互相竞争 那这个数位工具 他所提供的环境呢 是一个轻松的游戏环境 这也符合了前面的 Steven Krashen说的 学习语言 语言的习得是在一个 compiling 让学生觉得没有压力的 心情愉快的环境里面去学习 我采用的数位工具呢 是game kit 因为我已经选择了我的高频词 那我的考量是 因为这一个game kit呢 是由一个高中生 目前还在读的高中生 设计的 他本身是一个 很喜欢玩游戏的学生 那他把 类似闪卡记忆 Quizlet的工具呢 改良了一下 界面看起来像这样 所以让学生呢 在选择对的意思之后呢 就会马上给一个反馈 也就是赚钱 那学生拿这个钱 可以做什么呢 他们可以花钱 比方说 第一个level就是 他挤满20元 可以接下来答对三题 可以每题5元 或者是第二个level变成 你必须要花50块钱 然后你可以 每题 10元 所以你赚的钱 再有策略的 就会前滚钱 那所以这个呢 学生玩起来就很有学习动机 因为可以赚钱 那第二个是 他有一个好处 就是可以让老师 直接收集资料 在每一次学生 全班的学习游戏之后 结束之后呢 他会自动生成报告 这个报告很长 他有一个第一页的 全班的总瓜的报告 告诉你 全班一共赚了多少钱 一共答对了几题 答错了几题 然后呢 答题数的准确率 他替你生成这个报告 然后再根据呢 你这一个游戏 比方说有64个字 他告诉你 这64个字呢 有哪些字 很多人都答对 有哪些字呢 很多人都答错 那报告的第三个部分 就是根据个人 生成个人的报告 比方说 张三 他答对了58个字 那他里面有六个字 都答不对 那李四呢 则是只答对了四个字 他其他的64个字 通通都答错 那这对老师来说 收集资料就特别的方便 还有从全班合作的角度呢 因为在教室里 当老师给予这个指令以后 你可以在教室里 全班一起赚钱 那他也有一个功能 就是老师可以用 Google Classroom 把这个作业布置下去 大家在家里面 比方说这一个季度这两周 看谁赚最多钱 或者是你只要开始练习 你没有达到2000元 赚满2000元 你这个游戏就不算 所以他给予很多的选项 老师可以根据情况 来布置作业 那我这一次的数位工具实验呢 我就先以六年级 这五十一个人为主 因为我的学生是隔天上课 只有一三五上课的学生 在星期五他们有机会 可以进语言教室用GameKit 因为语言教室 西班牙语老师也必须要使用 而且我的上课时数不是很足够 也不能够天天去语言教室 所以四天在教室里 他们是使用可理解输入法 那六年级的目标 就是这六十四个生字 那七年级一共是一百五十三个生字 八年级是两百六十二个生字 那这些生字的选择呢 是根据我三年使用可理解输入法的实验结果 那当然里面也有一些要调整的 不过今年我总算把这该教的 觉得想教的 会用到的高频次都给定下来 这是我们数位工具教学现场的图片 那前面我们的smartboard有一个 很清楚地告诉 所有的学生现在全班已经赚了多少钱 然后呢 最高分第一名第二名各自是谁 我来大家看一下几秒钟 我的前侧结果呢 是这样子的 就是因为我隔天上课 所以这一班呢 他第一次使用 我的A班呢 第一次使用是三月二十二号 第二次使用是四月五号 那在这里面就有看到 他的准确率有增加 从百分之八十二进步到百分之八十六 这个还是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让做老师的我看了觉得 大家是有在进步的 那这个B班呢 是三月十五号他们就第一次使用 因为我那时候已经开始才开始决定 我想要用什么样的数位工具 所以呢 他们那时候 不过他们也第一个单元也上到三分之二 快要结尾了 所以他们的答题数呢 就是答对率就是79 等到第二次的两周以后呢 也有明显的进步 百分之八十三 那我未来的几周计划呢 就是我会继续收集 他们数位工具使用的生成报告 比较里面的数据 然后呢 在这里面呢 我会做一些访谈 让知道学生 对于这个工具的使用的情况 建议 或者是发表他们的意见 那我会分析学习的成效 然后呢 在这整个过程当中 分享我的教学历程 然后对未来的展望 如何根据这个数位教学工具 让全校的学生都能够使用 报告完毕 谢谢观赏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